生命协会一拱好不好啊 谢谢他们啊 因为明天开始他们还要忙啊 明天 今天晚上传习法师又来了 五六天 我元月份要来 下回你会讨厌我 海盗法师 慢点点来了 我们烦死了 所以有十轮金刚 我一直逢迎拔劫各位啊 但是这个十轮金刚不得了 每一个上师都有口传的 他们藏人有个习惯 这一辈子能够参加三次十轮金刚灌顶 保证不堕落三额岛 往生香巴拉净土啊 我才两遍插一遍 所以那个十轮金刚的灌顶 这也是成佛的方法 虽然各位没灌顶 至少放在十轮金刚加持 这里面叫十项自在 你上网可以去查 每一个标志代表什么意思 所以我今天没时间解释 好 再来 多闻得智慧 最后一行 所以各位要多听闻佛法 多看佛经 得智慧 行实善道 得人天福报 念一下 身体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嘴巴是一样 不骗人 不骂人 不说是非 不讲没意义的话 心里有三条 不迁贪 不称慧 不鱼吃邪见 如果你行实善道 升天 人天福报 慈悲 喜舍 得生 犯事 你以上都做 再加上行实善道 再加上你修 慈悲 喜舍 事无量心 你就到上帝的天 那意思 那叫生犯事 翻过来 禅定得如实智慧 所以各位 如果你能够思维 打坐 专心 那你就可以看到真相 不会被骗 如实智慧得道果 那如果你有看到真相的智慧 波罗波罗蜜多 那你就可以得到解脱的果报 那是成佛的果报 看你是发哪一个心的 得到这个道果 学弟得无学弟 那你必须从有 出国恶国 那是从发普利心 一步一步 最后 要达到圆满 辟知佛地 得消诸供养故 如果各位能够体悟因缘所生法 那是十二因缘法 哇 供养你都有功德 所以各位要去思维十二因缘法 佛地得无量智慧故 所以我们要追求成佛 那无量智慧 才可以帮助无量众生 断除无量烦恼 所以涅槃得灭一切苦恼固 如果你内心里面安住空性 不起贪嗔痴 那一切对你来讲 都无有分别 好 现在请翻到 五十九页 就是隔壁了 倒数第二行 这个我就 什么叫大悲呢 所以这部经很好 哦 什么叫方便 什么叫大悲心 佛陀解释得很好 那今天我们又讲到的是空性的部分 那个我也搞不清楚 所以我也讲不好 所以但是至少 这里面 佛告诉我们什么是大悲 我们念几段 来 一切法都没有永恒存在的自信 它只是一个一缘合合暂时存在的 但是每一个众生都觉得我是蚊子 我是人 我是男人 对不对 我是董事长 他觉得就像一个女人说 我很漂亮 他也知道这个漂亮再过三十年就不漂亮了 只能是有漂亮的相片而已 但是我们都觉得他有一个永恒不变 但是众生一直觉得有一个我 而且不相信也不了解 都说有一个我在生我在灭 有一个我词 所以如来看到众生如此而生大悲心 各位你要学佛 怎么生大悲心 众生没有空性 不信因果 所以我们要生起悲心 为他念心经 你不能说他们很麻烦 不行 所有众生哪怕他已经在做皇帝了 做董事长了 他还是在凸显自己 还有一个强烈的我词 所以我们不能排斥对方 还要生起悲心 第二 一切诸法无众生 而众生所有众生 如来与其而生大悲 所以每个人都觉得 我是男人 我是女人 我是熊 有众生相 明明他只是一个 一个暂时的外表 各位 人啊 鬼啊 动物啊 他只是一个夜暴相而已 对不对 本体都是平等 但是因为众生有执着 就像狮子看到狮子不会咬 狮子看到羊要咬他 对不对 狗喜欢狗 狗不喜欢猫 所以现在网路上有那个猫喜欢老鼠的 这个叫没众生相 那我们看了就很温暖 第三 一切法无寿命相 而众生所有寿命 如来与此而生起大悲 每个人都希望活到六七十岁八十岁 对不对 那事实上 这只是一个暂时的 所以如来生起大悲 跳过来好了 倒数第三行 下面 一切法离懒 而众生有懒 如来与此而起大悲 懒就是贪欲懒卓 我喜欢这个 我不喜欢那个 所以众生有这个喜欢不喜欢的懒卓 那就会很痛苦 所以如来看到众生在起贪欲之拙 哎呀 生起悲心 怎么样帮助他 第二 来 一切法离称 而众生有称 如来与此而起大悲 所以一切法 难有所谓称慧这种东西存在呢 没有排斥 一切法不够不敬 不争不减 不生不灭 但是我们很喜欢分别 这个喜欢 那个不喜欢 所以有称慧心而造业 所以如来看到众生有称慧心 这个执着而生起大悲 所以各位 别人在生气 你不要骂人 因为你要用悲心 黑暗要给予光明 一切法离称 而众生有称 如来与此而生起大悲 有执着啊 认为他是永恶不变啊 所以 请看到 六十一页 倒数 第七行 第六个字 念下来 世间 常共 称慌 真敬 如来与此而起大悲 这个世间就是这样 大家骂来骂去 你做总统也要被骂 你做法师也要被骂 对对错错 你做什么都要被骂 称慧 竞争 所以如来看到这个世间这样 不要批评 而生起大悲心啊 多年欧马尼便便宽 解冤咒 都可以 再来 世间邪见颠倒 行以邪道 欲令 住于正道 如来与此而起大悲 大家不相信因果啊 认为杀生是 好像对 我们放生是错 还要你允许杀生就不用允许 但是很多都是如此 所以各位你要生起悲心 再来 世间涛铁 无有厌足 互相熬夺 欲令众生 住于圣财 信见闻师慧等 如来与此而起大悲 所以世间人都在追求欲望啊 吃啊 穿啊 房子啊 这些享受 涛铁 无有厌足 互相熬夺 甚至买十万呢 最好卖二十万出去 太好了 对不对 就是占人便宜 所以佛陀要 欲令众生 住于圣财 信心 持戒 多闻 不失 智慧 这个才是真正的功德法财 所以 但是世间的追求世间的名利 所以如来而起大悲 这句话跟各位都有关系了 再来 众生是产业 妻子恩爱之仆 所以众生为了他的房子土地啊 先生太太儿子啊 恩爱的仆利 那就是说成为欲望的奴隶啊 每天在追求这个 明明这个是变化了 危险脆弱了 而生起了坚固 所以他一变化他会受不了 所以余令众生 知道你所执着的这些产业妻子恩爱 都是变化无常 所以如来与此生起大悲心 我们要对别人的执着生起悲心 来再念一段 众生身为怨贼 贪着养育 以为亲友 欲为众生做真之事 令必众苦就近涅槃 如来与此而起大悲 这个身体啊 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啊 他让你酸 让你痛 让你病啊 但是众生就认为说 这个身体是我最好的欲望朋友 享受感官啊 表现身材啊 所以 佛陀为了让众生了解真正的 所以让他们必尽 脱离痛苦就近涅槃 所以要显现给他们看 出家修苦行啊 等等 所以如来与此 生起大悲心 那我想没有讲完 因为有三十二种慈悲 我只是跳了过来讲 请翻到九十二页 是吧 九十页 所以九十页的第六行中间那一段 很简单 念一下 所以发大乘 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利益众生 而不是说 我现在这样去做 我就可以富贵啊 升天啊 有这种自私的功德利益 那说你是发菩提心 不叫 大乘佛教 所以九十一页 最底下 佛言 来第一行 善难止 菩萨若生转轮圣王家 不明家清净 若生地势中 若生犯王中 亦不明家清净 在所深处 难至畜生 自不退失善根 亦令众生 身诸善根 是明菩萨家清净 又往明 慈是菩萨家 心平等故 悲是菩萨家 身心念故 习是菩萨家 身法喜故 舍是菩萨家 离贪着故 不舍菩提是菩萨家 不贪身闻辟之佛地故 所以我们要出家 出家的意思不是说 不见得是外表 不要去执着这些明文立养享受 菩萨真的的家是慈悲 是利益众生 是追求菩提 这才是菩萨所安住的地方 各位请翻回到三十二页 我跳了一段 这些也很重要 重点 请各位看到第六行 三十二页第六行 于是施意梵天白佛言 世尊谁应受供养 佛告梵天 不为事法之所谦责 世尊谁能消供养 佛言于法无所取者 世尊谁为事见福田 佛言不坏菩提信者 世尊谁为众生善知事 佛言于一切众生 不舍持心者 世尊谁知报佛恩 佛言不断佛种者 所以第一句话 梵天问佛 谁才是应供 应该接受供养 佛多说 不为世间法所牵着者 那种清净的人 就像出家人 亚阿罗汉第二世尊 谁能消供养 被供养 而且能够把这个供养 能够 不会欠对方债 可以这么说了 于法无所取者 不所执着的人 那一切法皆平等 毕竟平等 无有分别 不执着了 可以消供养 谁是世间的福田 不坏菩提性者 所以各位要安住在 我们是叫无自性 但是无自性呢 什么叫我们的 如来本性呢 那菩提心是我们的 如来本性 有佛性 所以各位要永远 不离开菩提心 那里是世间的福田 只要供养你一碗饭 超过供养世间 所有出家人一样 世尊 谁为颂贞 众生善知识 我愿于 于一切众生 不舍慈心者 所以各位 这你要去分别 你要去接近善知识 如果这位老师 法师 他对这边好 对那边不太重视 那就还不是善知识 善知识是平等的大慈 平等的大悲 世尊 谁知报佛恩 就是发菩提心 不断活种者 我要成佛 我要让更多人也成佛 所以呢 那这个不断 这才是真正在报佛恩 继续念 世尊 谁能供养佛 佛也能通他无声济证 世尊 谁能亲近佛 佛也乃至私命因缘 不悔尽证 世尊 谁能恭敬于佛 佛也能通他无声济证